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达人 那么 今天是放完周末刚回来礼拜一的交易日 指数呢 虽然说涨都没有很多 那目前录影的时间12点18分 小涨42点 反正最多涨74点 那最高来到16781 虽然只是小涨 但是就一个架构上来说 它是再度的突破了波段的新高点 那把礼拜五的高点又再度做一个突破 那持续向上挺进 那从各个面向 都告诉我们说台股这一波它是最强的 这个强势的多头 它不但没有走完 并且 我想我的测标已经写出我的看法 我认为台股再来将要去挑战 全新的历史的新高 表示上半年 最高最高点 我认为这次是会突破的 在 应该说今年的 一月份 去年的一月份的高点 18619 我认为这点终究要破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说的 AI会是推动台股创新天价的主要的助力 因为这次AI的浪潮 太大太大 那 AI的供应链其实就是传统 所谓的PC的供应链 那 PC供应链几乎都在台湾了 比如说NVIDIA 它的代工 就是以台积电为主 它的封装 是用台积电 COWS的制程 那 这是台积电独有的技术 相关的设备厂商 都以台厂为主 其中 最大的 最主要的供应商 就是3131的红素 所以上上礼拜五 我们在地点买449 当天收涨 然后礼拜一就来到505 礼拜还回席一次到455 当天从45拉到 一度拉到485 来回就差了30块钱 地点买盘非常的强劲 那天还在400多块 之后呢 481 514 544 到今天早上最早上最高 8.5%来到573 再创 全新的天价 那为什么这么强 买445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七天的时间 竟然可以大赚128块 28.8%几乎达到三成 那就像我说的高价股 其实你去回想当初创意跟世新 500 600 700 800 在半年前的时候 成绩核实 现在已经1500 1600 1700 到高价股涨上来 一下子好几百好几百块在涨 而且那个是几乎是 没有任何的阻力跟压力 一路向上 高价股涨起来往往是最凶的 尤其他股本只有2.9亿 所以我就说像这种标的 当初我就在讲这种标的 要赚是赚百元 而且可能是好几个百元的 就像当初的世新跟创意 那种模式相当雷同 为什么这么强 因为NVIDIA的AI晶片 都是用COWS的封装 台积电自创独有的封装技术 设备几乎都是拉红素 最大供应商就是它 当然其他还有 比如说今天万论 也有四字城的设备 股价大涨 上礼拜讲蛮多次的 3583的新云也有 股价也创新高 比较低价的 泰森 今天股价也大涨 真的主要供应商是红素 三道光的全部大涨 这就是AI趋势 那刚刚想一半 AI为什么可以推动台股创新高 因为AI的供应都在台湾 从最上游的晶圆代工 封装测试 专门东西台湾 然后把晶片放到显示卡上 那个板卡也都在台湾了 然后装到伺服器里面要散热 那整个伺服器的全球的四三绿 台厂也占超过九成 所以几乎台厂未用的零主件 大概都是选台湾的供应商 所以包含什么 记忆体 电源供应器 里面的什么插槽 板卡 主机板 什么全部都在台湾 所以以前PC产业本来就以台湾为主 只是说PC产业已经成熟很久了 没有新的story 后来变成手机上来 所以手机又好了好久 那现在手机又成熟了 PC产业又迎来一个新的春天 叫做AI 新的故事 新的浪潮又来 工业就都在台湾 所以就是做伺服器的 成几盒子 你能想象说广达股价可以这样子喷吗 80喷到120 跟一个小型股一样一路喷到120 整整涨了五成 音叶达 之前都是大牛 也都大涨 然后伟创 这波涨得也很凶啊 股价一路从 三十几块钱涨到七十几块 七十六块 竟然是涨超过一倍 然后电源供应器的比如说龙头 光宝 也是这样大喷 台湾电股价也非常的强势 所以AI的这个趋势 带动的不再是只有台积电 从封装 测试 伺服器 从外面的机壳 到里面的各种什么散热的元件 比如说 高利 股价也创新高 广运 有没有跟你讲广运 连两根喷厂停 41.5 不就都是要切入AI伺服器 所以整个AI供应器都在台湾 如果 未来几年 AI创造出上造的 产业规模的话 上造美金的产业规模 反正就最主要收贵者 所以这波 全球股市最强的两个股市 一个亚日股 一个台股 今天来到16781 离去年的 18619 其实 并没有很远 而且不止AI带来新的需求 下半年其他的电子产品 景气差不多 库存消化到差不多 也差不多落地反弹 所以到时候坏的变好 好上加好的 台股就上去 所以我乐观看待 从6月份到第三季 台股后面下半年 就是准备要创立新的 所以会有越来越多新的标股出现 就像红素一样 这已经轻松赚百元了 超过128块 轻松赚百元 后面或许还有不止 一个两个或者三个百元 以上要赚 因为AI全新趋势 那抓最大供应商 就是红素 抓对趋势 选对数字 买对股票 赚起来速度很快 所以像比如说大资金的朋友 今天郑老师都是提早就知道这些题材 有时候甚至 我们可能在 客户要买进的前一天 我们就会先告诉我们这些客户说 这个股票有这样的题材 后面一旦发酵的话会有一大段 所以在前一天先告知之后 隔天就可以很冲荣的先进场 因为抓的都是一大段的行情 一大段的题材 所以有时候 反而那个买进的成本 445 450 400 6 470 那就不是重点 因为后面一赚要赚一两百块以上 重点是题材我们先知道 那 同数这种股票 400多一下涨到500多块 这我就很合适大资金的朋友做操作 一下子买个10张20张30张的 很好进很好出 那又可以买很大的部位 30%一下子30% 赚起来就好几百万 非常的过劲 非常的过劲 那当然小资金的 可能买红素有点吃力 当然你也可考虑买所谓的零股 但是大小资金的 我都会各有各的安排 各有各的照顾 小资金的 我们就来买像星通 五二六礼拜五 有亮灯掌停40.6 又掌停44.65 创新高45.25 45.85 礼拜四 礼拜五整理两天 今天早上 再拉出第三根掌停 买47.5元 再创新高 从35.6元买 12345678 90 1112 13 还不到三个礼拜 大金总共获利 接近12块钱 33.6% 是不是也顺利超过 三种获利 重点是当初 不像红素 400多块 他只有35块6 一张只要35600块钱 小资族 都负担得起 平行性能 而且涨得 并没有 比高价股 涨得幅度小 涨33.6% 这赚起来也非常的快 所以大小资金 我各有安排 重点是 你要先 看准趋势 看准方向 比如说之前 曾经能源股很厉害 当然最近还是很厉害 金融股今天表现也不错 但现在最新最夯的 而且 我认为市场产值 真正最大的 在AI的这一块 那 跟能源军工不一样的是 全球能源很好 军工很好 台湾可以分一块小饼 是一块小饼而已 那 未来AI的市场比这两块都还来得更大的话 问题是台湾是分到里面最大的一块 比台湾是领先的 市占率最高的 未来台湾就是 AI最主要的生产国 不要说创新高 未来台股 去追上港股都不是问题 港股最近有够惨 股价一路下来 现在才一万九千点 最近股价一路下来 台做反弹 台股是一路向上 什么时候交叉 下半年有可能看得到 趋势已经不同了 我们站在一个最大的让头之上 台股未来是准备要创新高的 那在这个AI的浪潮之下 会有越来越多的AI的标股出现 那已经标出去的 可能半年之后你发现 高之后还有更高 可能两年之后你发现一堆股票涨了好几倍 这是很有可能 但有很多还没被发掘的AI股 就一档一档来 那像小资金的 我们当初也安排了买华欣光 一样五二六的时候 第一根涨停满五十一块七 第二根五十六点五 五十九点六 五十九点八 六十二点八 礼拜四就差一点涨停 礼拜五六十六块八 今天早上再来到六十八块四 涨六点九八 再创全新的新高 从四十六块九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应该是再往前两天 四十六块九应该是再往前两天 应该是跟星通同一天买 前后应该也是十三天 因为这个K线值印比较短 所以这个是一个市益的买进的位置 其实应该是再往前推 四十二块九到六十八块四 总共获利二十一块半 四十六% 这个即将迈向五十获利 所以大资金有大资金的安排 合适的股票 大资金的高价低价都能码 小资金的买不起高价的没关系 新东华星光涨起来更凶啊 接近五成 而且之前我就说 MARVEL一天涨32% 两个礼拜涨了五成 最新外资分析师的引用报告指出说 他认为全球最主要 NVIDIA AI浪潮的受惠者是两家公司 一个就是美国的MARVEL 一个就是美国的Broadcom 两家公司是最大的受惠者 华星光就是MARVEL的主要供应商 所以MARVEL如果受惠最大 华星光同样受惠最大 所以以这个趋势之下 我认为很快就赚五成 所以我常在讲吧 一次赚一倍不容易 三个三成 简单的多 那目前 红素28%几乎三成 华星光 40几% 然后 星通33% 平均都超过三成以上 所以 AI真的带来太多的标股 然后还有一档 光通讯的标股 霸叉叉叉 这个随时都要喷 上礼拜先创高 横盘量说两天 补量 可能就冲上去 4月0说年增超过120% 今年至少成长五成到六成 今年上海六块钱 本亿比只有大概十倍左右 就是说光通讯可以20倍 AI驱动光通讯 AI的股票本亿比都50倍 那这个只有十倍 那AI的芯片都已经50倍了 他只有十倍 所以这种进可攻退可守 股价几十块钱 平衡性的 大家都可以买 然后AI会带来非常大的 散热的问题 所以散热的部分 高利 246买 最高涨到283 涨378 赚了15% 5月第二进收 都会新高 今天股价表现还可以 稳稳的 然后刚提到的广运 之前跟你讲的时候 也不就2930书头 今天连续两根早铃板 已经来到41块半 这也超过三成 所以未来散热的部分 伺服器都 以台厂为主 散热的 也都会买台湾的 所以呢 这边呢 再买一档全新散热材料股 一叉叉叉 散热材料股 盘中一度量增长 上一个短线的新高 全新跨路散热材料 股价只有20块钱出头 这个就是我说的 不像创意跟世新飙到天上去 这个都是在低档 20块出头 那AI的需求才刚要引爆上来 股价还在一个绝对低档 到还没被挖掘的股票 就像当初 华星光新东还没涨的时候 我告诉你说 AI带来极丹了 股价后来 后面是怎么摇的 同样的 AI散热材料股 全新跨路散热材料股价只有20出头 后面空间相当相当大 然后另外 AI伺服器 未来会大兴其道 它会成为伺服器的主流 那这档 低价AI伺服器的标股 2XXX 礼拜会涨停 今天频繁再加码 刚刚又 股价又开始电高 它涨了一两% 所以今天加码了又小赚 又小赚 那它的营收比里面 AI Server本来就占两成的营收 以大陆的子公司 为主要的业务 那占台营收 母公司营收两成 黄仁君从台湾已经转到大陆去 回去拜访这一家做AI伺服器的销售的这一家子公司 要干嘛 要扩大NVIDIA AI伺服器跟他的合作 因为他本来就有卖NVIDIA架构的AI伺服器 主要销售在大陆 那黄仁君要去拜访这家子公司 未来大陆AI伺服器的销售 伪中这一家公司的子公司 所以这个报复力非常大 因为本来就在20% 后面的营收比可能会跳到30% 40%或者50% 进入一个大成长的阶段 重点是股价一样很低嘛 只有30来块钱 那我认为将有机会看到六字头 所以这一些AI的小低价的标股 未来的空间恐怕都会超过翻倍以上 所以AI是一个全新浪潮 他将推动台股挑战历史的新高 我认为他跟台股超越港股的趋势 下半年或许就可以看得到 而带来这个最大的动能的当然就是AI 所以你一定要非常专注的在AI的悬股 才能带着大家有财富 重新分配财富自由的机会 这个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 所有新的题材 新的趋势开始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握下来 成为赢家的 后面可能就轻松了 你可能就真的财富自由 所以这一波你要好好把握 那我坚持买的都是数字最棒的金铭股 有最好的毛利率 盈利率 EPS 或者最爆炸的成长性最高的市占率的股票 有这些条件的股票 后面都会大涨 那也在六月推出全新的自胜专案 AI自胜专案 只要你加入AI自胜专案 我会把你的资金 最有效率的分配压保在后面最强的AI标股 那题材我们常常都先知道 带给大家提早布局 把握那一段喷出的大行情 所以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AI自胜专案 现在加入有最大的EU8的优惠 大家把握这个机会 那欢迎大家来加入 特色老师的like 留ID 电话 或者享有新标题的进出点 那看完节目也帮我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就可以收到每天最新的节目通知 祝大家超顺利 明天再见 感谢观看